这期节目我们聊一聊 关于2024年 已经正式进入酒运离婚运以后 然后我们在工作上 或在职业方向上 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可能有一些那种第六感 比较敏感的一些家人们 可能已经有点感觉了 就觉得这个钱是越来越难赚 包括你之前从事的一个职业 好像是说 越来越不行了 这个赚钱好像是说 越来越难 接下来应该转什么方向 这个工作要转型的什么方向 也比较迷茫呢 希望你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关注了一个老师 他是讲易经的 他总结了 关于到了酒运离火运以后 他实打当往的行业 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 叫如果是在风口上 这个猪都能够飞起来 就是当风口来的时候 猪都会飞起来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得需要借势 然后呢 有些事情做起来才比较轻松 挣钱才不会那么困难 为什么我们前20年 然后有很多炒房子的就能炒火了 这个房地产为什么会快速发展呢 就是因为这前20年 就是这个八运的时候 它是土运 那么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 建材一类的 它都是正好在市上 你可以说是 人家这个借这个市的力量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土运和火运 正在交集的阶段 也就是土运 现在是属于在落寞的一个低谷 已经进入这个尾声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呢 我们得需要去转型了 你如果之前还是干着房地产呀 什么建材一类的呀 相关的呀 都不行了 那我也是在处于转型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之前干的工作 就是那都是跟金融相关的 那现在酒运以后不是火克金嘛 所以说进入行业以后呢 也是慢慢的在缩水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不能说这些行业啊 它不当运就没有了呀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说以后在这个些 不太当旺的领域当中 你再去从事这些职业 相对来说就有压力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需要转到那些 正好在运势上当旺的一些行业 这些行业当中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挣这个钱的时候 相对来说有轻松一点 老师总结的这个 十个行业方向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身心灵行业 我现在也是转向了这个方向来了 因为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的人 越来越多 因为火嘛 就是热嘛 对不对 那我们大部分人就在这个阶段 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出现问题 然后精神出现问题 那么身心灵的这个行业 是必然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行业 市场发展空间 最少20年的这样一个行业 第二个就是玄学的这样一个行业 玄学可以怎么理解啊 比如说周易啊 五星八卦这些东西都属于玄学 包括看风水 包括什么九行人格呀 什么塔罗牌呀 这些东西 跟探索宇宙秘密和分析人性 这些东西啊 有关的都可以理解成学来学 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 跟宗教有关系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因为它可以舒缓人的对 未来的或对宇宙的一些探索的一些好奇 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这些产业 你像现在没有专门的一个这样一个职业 叫什么呀 叫风水师 但现在也有了 有一些叫什么呀 叫性格分析师 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有 会根据你的性格特质 甚至会出来一些职业规划师 会跟你分析你未来以后适合走哪条路 或者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出来 还有第三个就是AI人工智能 AI人工智能呢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电子产品嘛 它火嘛 就是电子科技一类的嘛 那么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成熟 就是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 就会越来越进入我们千家万户 可以理解成 你像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他比较喜欢智能家具的 一回到家以后啊 在家里的这个电动窗帘自动打开 电灯自动打开这些东西 第四个就是大健康产业 因为火嘛 有很多人就是情绪啊 容易上火 那么情绪就会造成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 所以说呢 这个大健康产业 会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养生和健康的这样一个话题 包括高健品 这些话题一定会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些产业 可能接下来 就是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大的两个产业 第一个大健康 第二个就是指的是家庭就育 其实家庭就育是跟身心灵有关系的 那么第五个育儿行业 你可以理解成家庭就育 绝对不是指的那种呢 什么走流机构 不是指的这个啊 是家庭就育 家庭就育 你可以理解成 如果家庭就育不出问题 孩子就不会出现身心灵的问题 所以说家庭就育一定会成为 未来我们很重视的一个话题 因为现在出现心理状况的青少年 是越来越多了 有很多中年人成年人 他也在怀疑 我中年阶段 我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我到底在追求啥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说以后家庭教育 也是一个更好的行业 第六个就是社交自媒体 各种的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了 那么以后社交自媒体 也会成为很多人去谋生的一种手段 这个也会成为越来越多 因为它应该普遍的一种工具 一种求生的一种技能 还有第七个就是美丽行业 就是美容行业 中女时代嘛 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这个词 就是九韵就是属于中女时代嘛 中女的时代来了 那中女啊 大部分人可能都理解了 就25岁到50岁中间的这个中年女性嘛 那她们都一般都是 按比是她们的天性啊 本型啊 微整啊 这些啊 可能会越来越需要 那你像服务中女的那个领域也比较多 比如说服饰 只要服务她们的这些机构吧 会在各个行业里边都会有新闻领域 但是这个跟美丽相关的 一定会蒸蒸日上 就得需要看在距离的哪个领域里边 就是说怎么去细分啊 第八个就是中年女人产业 就是专门服务于中年女性的一些 表生馆 也可以啊 你可以细分住这个领域 专门为中年女性服务 包括她们情感方面的一些缺失 这些以后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中年女性会在 各个行业里边出现一些 非常成功的一些 感受投卷的一些成功女性 那么她们在这方面有多方面的需求 可以专门给她们提供一些服务 还有第九个就是眼睛相关的产业 因为未来火眼金睛 对不对 我们可能以后对很多东西的一些看法 就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 视剧上的这样一个判断 所以说以后这个眼睛的这个需要 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要去维护这个眼睛呀 包括视力方面的提升呀 包括眼镜啊等等吧 第十个就是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 你包括太阳能呀 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呀 你包括什么碳中号呀 包括环境保护等等 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和产业 都是当忘的行业 因为这个九云也是20年嘛 然后在这个20年期间 有可能都非常当忘的行业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